我们这里农田边 经常会看到单独的一棵柳树 其实很多都是坟树 只不过后人远走 或是没了后人 常年累月 坟堆也没了痕迹 树就好像是野生的独苗了 我们这里村子规模不大 怪是不少 前些年 不远处一个村子里 有位四十多岁的人上吊死了 到如今 十多年过去 人们每每提到那人都十分惋惜 那人叫金六 是我们这边方圆几十里最有名的好兽医 为人热情豪爽 看病本领很是厉害 当年和他闲聊 说起村里人都去城市生活了 他怎么不去 他呵呵一笑 说他现在挺好 是镇上出名的兽医 镇上的兽医站 也由他负责 家中儿女双全 在种点农田 生活很惬意的 根本不需要去城市打工 他们村里的人讲过他去世前些天的事 那时天气刚转暖和 农田没什么活 县城里一个工地招人做几天工 村里的十九接了这活 他想找个办 要不每天起早贪黑赶二十里路挺寂寞 就软磨硬泡把金六叫上了 有一天傍晚回家 十九骑自行车在前 金六在后 半路上 十九骑着车感觉后面没有声音了 他就喊金六 没人回话 他停下车回头去看 只见金六在后面不远处弯着腰寻找什么东西 十九以为金六掉了东西 就回去帮忙 金六说 他刚才看到一截绳子 想捡回去 十九也帮忙找 可天快黑了 根本看不清 本打算劝说金六赶紧回家时 金六高兴着大喊 找到了 找到了 十九过去一看 是根新绳子 三米多长 很像是牛马的缰绳 他伸手去摸 金六一下子把绳子收了回去 说这是他捡到的 十九笑了笑说 就一根绳子 你还当宝贝了 我才不稀罕了 二人说笑着继续赶路 快到村子时 十九的自行车坏了 后撑脚有一侧突然掉了 绊在车轮子上哗啦啦响 应该是固定的螺丝丢了 两人找了仪器也没找到 天刚黑 看不清了 后撑脚掉下来 自行车也不能骑呀 十九翻了翻自己的工具包 里面也没什么能固定的 他就想到了金六捡到的绳子 他两人从小一起长大 关系自然不错 借点什么东西就是说一句话的事 然而 那晚的金六却一反常态 就是不把刚捡到的绳子借给十九 但他毫不犹豫弯腰 把自己的鞋带解下一条 他说 这绳子它有大用处 要是给十九绑了自行车的后撑脚 这绳子就坏了 十九也哭笑不得 借不借无所谓 能回家才是正事 第二天早上 两人依然一起去做活 然而 十九发现 今天的金六没了往日的剑坛活泼 只是闷头骑车 十九以为是金六家里闹矛盾 也没细问 那一整天 金六都是那个样子 活能干 就是没有精气神 晚上回家时 十九实在不忍 看着兄弟难受 就问他怎么回事 可从来没红过脸的金六很是暴躁 开口就是脏话连天 说十九多管闲事 十九是战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一气之下 骑车回家 金六也在后面不远处跟着回了村 本以为金六的烦恼会慢慢消散 没想到 接下来的两天 金六仍然不对劲 就像人们说的丢了魂一样 更吓人的是 他的脸色 由前几日的红润到黑青 脾气也是越来越怪 简直就是见人喷人 见狗喊狗 十九感觉古怪 就提前回村 去找金六媳妇 说是这些日子 金六有些不正常 没想到金六媳妇说 他看这几天 十九没来叫他一起走 还以为是他俩人闹矛盾了 问金六怎么回事 他也不说 还破口大骂 更奇怪的是 金六总是在半夜到院里转圈 走路的脚步特别重 就像是跺脚走路一样 然后坐到院门口动也不动 惹得这条街上的狗子们乱叫一通 出去喊他 根本不理人 还把他推了个跟头 为此 金六媳妇在大半夜把金六骂了个灰头土脸 街坊林里都被吵醒了 所以 村里人以为是媳妇把金六欺负了 十九听了这情况 后背都有些发凉 他念叨着 不会是金六跟上什么东西了吧 他建议明天别让金六做工了 赶紧去找人看看 金六媳妇也有些紧张了 说明天就叫上金四金五 带金六去看看 十九皱着煤探着气回了家 第二天天还没亮 出宫路过金六家的十九 看到金六家院里围了很多金家人 屋里更是传出阵阵痛哭 十九也顾不上出宫 跑了进去 原来 凌晨时分 金六媳妇发现炕上的金六不见了 就去院里找人 人是找到了 但早就挂职在西边的闲房里 而挂他的 就是金六在回家半路捡到的那条绳 当年 这是传遍了十里八乡 人们都感到惋惜 前些日子 碰到金六村里的人 闲聊之时才知道 当年金六干过一件不合适的事 金六勤奋 把自家的农田打理得紧紧有条 就是拳头大小的石头 他都给扔到了田梗上 初时那年刚开春 他去自家农田送粪 看到地边的那棵树长大了 种地时 骡子过往很是不变 于是 他回去取了锯子 把那棵树给卸了 还拉回家聚开做了柴火 据说 当年金六出世后 金六兄弟就去找人看过 金六兄弟还没开口 人家先生就说 你别问了 事情过去了 你家兄弟毁了人家阴宅的树 要不是你们家仙人周旋 出世的可不止他一个人了 一直以为是件家庭矛盾引出的意外 没想到背后是让人毛骨悚然的一面 真是骇人听闻 不可思议 故事讲完了 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留言探讨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